人家深田这么年轻 也买房 对不对 所以你超相信风水的 你不管是租房子还是买房子 都一定会听风水老师 如果自己再喜欢 老师只要说不好 你就 不考虑 你就断念 因为我到台北之后 就是一开始租房子 都会请老师来看 然后老师就说 来 发自排一下 好 这个可以 我就会租 然后不行我就不行 那像因为我之前 最近才刚进行买房子 那我那时候在中校复兴 有租一个房子 然后我真的真的很想要买 因为它有点算是我的起家处 但它真的真的真的 把它开了双倍价钱 然后到后面 房东故意开双倍价钱 我不知道 十年前啊 因为就是十年前价 跟十年后的价嘛 因为中校复兴 真的一平现在就是 一百到一百五 要哦 什么房子 老公寓要走楼梯的 哪有那么贵 对 很方便 一出去就中校复兴了 超级 没有那么贵 反正我那时候就是在七年前 在住的时候 房东有跟我讲一个假 七年前 七年前他说 举例啦 两千三卖你 算高点喔 是吧 两千三算还好 两千三啊 两千三 然后总共它就是一城市 三十几坪 是 对 楼中楼 哦 还行 还行 真的还行 然后那时候年轻 就是我刚刚说的嘛 完全什么都不是 也没有赚到什么钱 然后有赚 但是存的时候 就后面会想要创业 然后到近几年 我要真的买房子的时候 他就说 来啦 生田小弟 我就卖你四千六 哇 他说玩笑话还是中间的 所以自从那一次 几坪的老公寓 三十多坪而已 楼中楼 楼中楼 太狠了啦 你管你什么楼中楼 也没有这个价钱 所以那时候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也奠定自己 就是说 好了 我就要离开中央复兴 所以我现在是到内湖去 然后我那时候 其实在看房子 我也看了十几间 然后老师就说 这个可以 这个不行 我也有遇到 三面落地窗 真是我超级爱的房子 是不行的 然后也有那种三面落地窗 你进去就是会横发的 但是没钱 横发 横发听起来就有点可怕 就是横发 他就说 你四年后 必保 我说 好 然后哇 太贵 八千块一 那就买不起 对 然后我现在就买到 现在这个房子 来分享一下 所以我买房子 其实很重视 第一个就是风水一定会中 就是老师说可以就可以 不可以 我也就是不会想 第二个就是我会重视 你的感觉呢 大 我一定要有阳光屋 就门开进去之后 也不能说是 然后呢 会被太阳亮醒的房子 我一定会注重这种 采光 对 采光 然后我要前后门打开来的时候 通风是很顺的 就是我还有那种风的感觉 这种房子我才会买 这个是我的那个鞋柜进去 算是玄关 对 这鞋柜应该可以摆一个 几百双没问题 因为我现在这个住的话是88坪 实际坪数 68 然后全新的 挺好 然后这个就是客厅你看 我客厅特别把它做特别大 我跟你讲我们这里全部看得到 全部都是收纳 所以我现在家里进去还是这样 很棒 也不见为平的概念 对 然后这一个是 这个是我的房间 我的房间呢 那时候我也蛮信封 所以有人说房间不能比客厅还大 所以我现在就是把房间跟厨房 变一个超级大片 但我房间也还蛮大 现在还有20 快20 对 就是更衣是厕所跟房间 这一张 那这个就是我厕所 我厕所其实差不多八坪 他厕所很漂亮 因为拍商品嘛 有时候还会有情境灯啊 一些可以黄灯白灯这类的设计 然后你的住家其实也是你的场景 偶尔拿来当场景 那是有利啊 因为那时候我在装潢的时候 我就给设计师一个概念 就是他说你要什么装潢 我说我只要每一个房间 不同种的风格就可以 但是一致上看过去就是同一个家 我就是给他这样的目标 然后这里就是有两个小便斗 还有两个琉璃台 然后浴缸 更衣室 其实真正房间还有另外一间 是占很大的间就是更衣室 你这是每个女生的梦幻更衣间 对 因为你不觉得衣服很多 然后因为我进房间 我只有一个概念 我房间其实还更空 因为我觉得进房间就是要心静 然后要安定 所以我房间的只会有电视 其他什么都没有 床 然后我的等于是说 我的厕所的门也是可以关起来的 更衣室的门也是可以关起来的 所以你这个环境 对你目前的工作完全没有影响 这次疫情苦了 苦了自己 苦了餐饮业 你这边应该很爽吧 因为刚刚老师有讲到那个股钱 其实我是有股钱的 我公司也有 家里也有放 你有放老师刚刚 其实我很重视风水 所以刚刚讲我就很有感 然后北方 北方有放 对 所以我觉得我今年其实没有被太多的影响 因为我个人其实真的会觉得说 命运就是这样 那你要靠一些风水的天使地利人和的一些改变 讲到房屋的采光 那怎么样那个采光才是属于那种旺财的好格局 大家赶快学一下 我先补充一下刚刚森林讲的说 房间不要过大 不要超过客厅 要有一个导正一个观念 我们睡觉的时候房间是你真正休息时间最长的地方 是 那个地方是你在做新陈代谢的地方 你空间不能太小 卧房 所以有时候另外观念要改变 卧房越大 柴隆纳越大 那可以大过客厅吗 可以大过客厅 你客厅但是你可能不能载到 它的比例差太大 是 对不对 那差在那时候 所以我们讲风水讲中庸 就是对称 对称 但是卧房绝对不能过小 是 不能过小你人 你一直睡在空间里面 就一个床摆下去 一个桌子又跪得满了 那你基本上你很难有大突破 所以一定要有空间过大让你舒展 但有很多人会讲说 我卧室很大 但客厅太小 这样不好 不对不好 只有你的卧室 如果你的床摆下去全部空空洞洞的 那当然不好 当然不好 所以一定要把它摆设 有沙发 有其他的 空间的摆设 这样才能把气调出来 我常比喻我们过去一个明星 我们就不好意思讲 他的房间 他以前租个小房子的时候 早期的工艺房子 你看他出来的时候 他只有六万 后来他换到一个动物房 自己盖了之后 住了房子 他的卧房大概有三四十平 就那一过去以后 他不是说全部空了 空了就绝对 那就整个空间空了之后就家徒四壁了 那就没有气 没有能量 老师说没有能量 所以就是要摆他 把它卧房摆在卧区 沙发区 更衣区 全部分开了 所以每空间是一万很大的 但都有物体 摆设之后 你再看他住那个房子 过了三四个月一出来以后 你看他出来一回去 六十万 天后级的 对 你只要看那个时候 从六万换一个大房子 就转化 所以我都建议说 要改变观念 卧房可以大 但是你不能把客厅窄到很小 因为人际关系不好也不行 我们客厅叫人际关系 卧房是你新陈代谢的空间 能够对称 卧房稍大一点点没有关系 这个观念要改变 可是我有一次去住饭店 人家就说 刚好有房间 给有人升等 升一个八人房 有四张床 这边叫八人房 八人房就四张双人床 那还这么大间 我那边偏角角那一张 所以很恐怖 因为这种空间就不对 这也太恐怖了吧 这种空间就不对 所以你就自己家里面 如果一个房间这么大 你摆了好几张床 你只有一个人睡 两个夫妻睡 这样都不对 所以一定要和谐 协调很重要 但都不协调了 你如果去住那里 老板说 何先生 你的大家光临 你要来升等 最大间的房间给你 带你去 开一开是一个通铺 请问你要睡中 好吗 还是靠左边 还是靠右边 我都会靠到墙旁 要有一个旁边可以靠的 因为像人家 可是你往那边靠啊 你这边也会躺一排啊 所以我现在都是狗跟我睡 好 那就好 有左右互法